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Emily 今天呢是一期纯聊天的视频啊 今天呢应该是12月30号 那么2019年就快过晚了 2019年也是我作为园丁的第一年嘛 我用vlog的形式记录下来了大部分的我的园艺活动 那么今天呢会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些活动里面有哪些我觉得是比较ok的 哪些是比较失败的 也就是一些经验教训 然后呢还有一个年度最爱植物的环节 那我的年度最爱呢是跟彩照博主们学的 也就是说我会分一些不同的品类 然后来告诉大家我觉得最值得种 我种了之后最喜欢的植物有哪些 第三个呢还会来宣布一个跟本频道的内容 有一些关系的消息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有了解的话呢 知道我是根据不同系列来更新的 包括周末花园日常 家庭园艺日常 全年播种日常等等等 今天我会宣布要新开一个新的系列 然后这个系列呢也跟大家会有一些关系 我会在本视频的末尾来给大家揭晓 我认为2019年我做的最差的地方应该是祖盆吧 祖盆去年我是从2月份开始做的 然后从播种开始做啊 然后到了该祖盆的时候这个肿苗都还没有很大 然后每次用的植物可能种类也不是特别大 主要就是这些植物的状态也没有特别好 所以说明年呢我会在祖盆上多下一些功夫 也就是说会提前的培育一些我认为不错的适合祖盆的植物 然后我也会好好地去研究哪些植物适合搭配在一起啊 或者说它们的长势是不是匹配的 当然成功一点的部分包括播种啊 还有雨林钢还有这个鱼钢都还是ok的 就是说基本上大面上算ok 没有太大的bug 然后呢最失败的部分可能就是植物的长势方面 一个就是长的并没有特别的饱满 再一个是也没有爆花 明年我会在这个肥水方面做一些新的改进 然后会稍微的增加我对它们的这个照顾的频率吧 啊那么这个是今年的经验和教训 然后接下来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最喜欢的各种品类的植物是哪些 首先先从吃的来讲吧 吃的话大家应该猜到了 我推荐的就是原子葡萄的这个传家宝番茄 因为原子葡萄确实是长势很ok 然后挂果也很多 果子也很美 然后果子也很好吃 如果说非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就是它可能比较容易患病 如果大家要培育这个原子葡萄的肿苗的话 最好是多种几颗就是播种的时候多种几颗作为这个备用 那我去年就是播了四颗 最后是有一颗是总成功的 再来推荐一下室内可食用的植物啊 就是这个 嗯大家都知道我在做水培的一个项目嘛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三周大小的一个taki他们家的一个奶油生菜 如果大家去搜这个种子应该都是能搜到的 我觉得这个奶油生菜它的长势很ok 然后纯水培的情况下三周就能长这么大 那这还远不到采收的时候嘛 我觉得这个品种是我推荐的室内可食用的植物 然后说一下室外观花的植物 那么这个先要从灌木来讲 灌木讲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石楼普郡一少年的月季 奥斯丁老爷子也是来自于石楼普郡的嘛 的一个少年 虽然现在他已经先去了 但是这个植物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象征嘛 我觉得石楼普郡一少年的特点就在于 你不用给他那么好的一个条件 他依然是可以存活 然后可以生长的非常好 因为我给他的地方阳光也不够 通风也不够 但是他依然还是长了很多的长的枝条 那么明年肯定是可以开的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我很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抗变性非常好 因为长了红蜘蛛 不care 没有问题 接下来来推荐一个室外的观花植物 虽然说我这一棵从来没有去过室外 是一个灵感两天的天竺葵 它是一个白花的 我推荐它的理由就是因为在室内也可以开花 然后考虑一下如果是室外种植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会开得非常好的一个花卉吧 再一个就是天竺葵不招虫子的 在室内养也从来没有长过红蜘蛛啊什么鸡马啊 就从来没有长过任何虫子 我甚至觉得它这个叶子还有一点防虫子的感觉 然后种子是在花园咸菜家买的 然后再来推荐一下室内的观叶植物 我推荐的是撒金龟背竹 应该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喜欢它吧 因为它确实长得很漂亮 然后这一棵的价格当时应该是280块钱吧 我觉得价格上虽然是有点贵 但是不像白龟那样贵得那么离谱 所以说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2019年推荐的年度植物就到这了 接下来来说一下跟本频道有点关系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增加一个新的系列 那么这个系列呢 名称还带定可以大家来帮我想一下 就是说我会接受大家的投稿 把你们的这个花晒到我的频道来 其实就是视频类的投稿啊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在我的微信群里面 晒花然后晒菜或者是晒各种 或者它的种植方法也好啊 所以我觉得哎 何不让他们来我的频道来 是吧 读乐乐不如纵乐乐嘛 然后晒一下它的这个养护成果 或者是养护经验 各方面都可以 只要是植物相关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一键三连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想要投稿的话呢 就加我的个人微信 那么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咱们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